1986年,张艺谋找到莫言,希望将其作品《红高粱》拍成电影。 他准备出800元,没想到莫言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拍吧, 钱不钱的事情无所谓。 这两位普通人的合作点燃了合作的火花, 改编到最后,《红高粱》获得了高度赞誉, 使得张艺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, 同时也让莫言逐渐被更多人认可和了解。 莫言的作品已揭示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貌而闻名, 尽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但他也面临质疑和批评。